植物曲張其實有兩種營養素我們要特別留意 第一種就是我們的奧米加三脂肪酸 常見的豐富奧米加三脂肪酸的食物 有這個深海魚,例如一些三文魚,吞拿魚 但其實除了魚之外 還有一種是更加方便和高的奧米加三脂肪酸 就是我們的奇亞子 一茶匙的奇亞子的奧米加三的含量 已經等於你吃了大約4盎司的三文魚 4盎司大約有多少呢? 就大約好像我們一塊手掌那樣 而且也很方便 因為奇亞子的食法 我們可以放在暖水裡,讓它軟化了 口感就等於我們喝珍珠奶茶的珍珠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一方面還有維他命E 維他命E其實是幫助我們可以放鬆的血管 也可以幫助植物曲張的人士 可以令到不會經常的血管 在裡面的血管 如果說豐富維他命E的食物 包括一些葵花子油 一些果仁 例如花生、杏仁 那些都可以 至於吃法方面 譬如說把我們的主食油轉成葵花子油 另外譬如我們平常的小食 每一天大概吃一手 大概十多粒的果仁 其實已經可以攝取到足夠的維他命E 至於放鬆小腿的伸展運動 其實我可以介紹這個 通常我們放鬆小腿的時候 通常我們個人面向 那個長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 譬如我們現在放鬆後面這隻腳的時候 很多人有時候會是過多的 令到那隻腳板其實是放不下去的 我們正確的位置 是應該可以整隻腳掌放在地上 當你再想伸展多一點的時候 應該是拉前面那隻腳 其實你的小腿就會感覺到 有拉展的感覺 自然也可以放鬆小腿